市長加油 拉弓對準拔指 市長鄭文燦體驗原住民射箭的技術 雖然還不太純熟 但拉弓幾次也展現出熱身後的技巧 射箭是一個非常好的運動 可以凝聚專注力 也可以讓我們知道 這個狩獵文化 這個是傳統的技藝 我們希望在台灣 尤其台灣是一個森林國家 原住民的傳統智慧 是很有道理的 右手不捨 小魚不抓 為什麼 要讓它自然可以循環利用 這個傳統智慧正是台灣 現在需要學習的 跟大自然共處 為傳承原住民狩獵文化 市府舉辦市長盃全國原住民射箭錦標賽 吸引來自各縣市共96隊 近300位選手報名參加 每支隊伍拿出傳統手作的弓箭 在比賽場上為團隊爭取榮譽 目前桃園舉辦的原住民射箭 活動非常多 市長盃是最大的 今年有96隊報名 將近300個選手 我們獎金也非常的豐厚 我們希望能夠讓大家在疫情之後 能夠打開心胸 能夠以劍會友 團結感情 射箭可說是原住民狩獵文化 最具體的代表之一 且桃園原住民射箭運動 也在全國原住民運動會中 取得三連霸 市長期盼疫情後能多舉辦 讓更多原住民以劍會友 團結感情 桃園市的原住民人口 已經到達8萬人 我們希望原住民的鄉親 在桃園落腳 追求人生的夢想 不管在工作生活 不管在文化傳承 教育的培育都能夠做得更好 我們在全國的原住民運動會 連續三連奪冠 泰雅運動會也是連連奪冠 尤其是射箭的項目 代表了原住民的狩獵文化 我們希望能夠多多舉辦 市長指出 桃園原住民人口達8萬人 僅次於花蓮 希望能逐步做好 各項原住民的政策 讓更多原住民落腳桃園 接著吳永淳 桃園報導 北京東